大家好,这是肉泥 今天这个主题呢,是我要采访一下肉泥同学 就是他是我们广大直男的代表人物 所以我今天想问他一些有关直男护肤的一些问题 Are you ready for the challenge? 好 肉泥是我男人 OK,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护肤吗?同学 你知道什么是护肤吗? 就根据你的步骤,第一步放水,第二步 放水?第一步放 叫什么?涂水 第一步洗脸吧 那肯定是在洗完人之后嘛 OK,那你从洗脸开始说吧 上大学以后就开始洗了 用什么洗? 最开始的那个应该不记得叫什么 一个绿色和黑色包装的 尼薇雅 那是尼薇雅吗?我有点忘了 卡尼尔 就是,对,卡尼尔 因为那个有一个就绿色挤出来透明的绿色的 然后会清凉的感觉 卡尼尔男士 那个应该是金城武吧? 不是,吴彦祖 吴彦祖是欧安雅? 那就是王丽红,有一个帅哥的脸在标签上 当时用那个是因为他用起来比较凉 用了好几年,之后用了一阵尼薇雅 尼薇雅 尼薇雅是什么? 尼什么东西来着? 尼薇雅 互书宝 尼什么东西来着? 尼? 尼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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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对吗? 你说是尼薇雅吗? 尼薇雅什么? 尼薇雅 再之后就开始用你的ZA曼用了一万年 但是这个是用了好多好多年 因为宇哥这儿没事就拿回来干 对,我用这也习惯了 也并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的好的地方吧 只是我不挑剔这个就 用这还挺习惯的 就是作为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挺慢的 就我觉得是挺清新很干净的男孩子 它有味道吗? 没有那么大的味道 有吗? 就是一股很清香的 又 很曼的味道 就我挺喜欢的 不是那种很故意臭男人的那种味道 可能我用太久了就习惯 已经忘了它有味道了 就不不你啊 反正挺好闻 哦,还有一天 我发现我们水池旁边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就挤出来了一点 发现是能洗脸的 我就拿它洗脸 其实这个是用来洗脚的 啊,真的吗? 我们两个身后这个厕所 有时候我们就一起进入这个厕所 然后我就发现 它偷偷在用我这个 然后它说它偷偷用了好多次了 这个好用在于挤一下出来的量 就正好够洗脸的 因为我喜欢有泡沫的 不然你挤出来也有太多 还得洗个澡了 所以总结一下 它肉你喜欢的就是方便按 然后挤出来刚好能洗一个脸 然后加泡沫多 对,味道也OK 嗯 你刚刚不是没有味道吗? 嗯,没有讨人厌的味道吧 没有讨人厌的味道就没有味道了 接下来要开始涂水了大家涂什么水 涂水就其实就涂过那么一阵 又是我 就是你给我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但是味道还可以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Pills 在啥? 水 金盏花水 你看它也没有花瓣 对,它倒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里面会有一点花瓣 水就没有了 只用过这一个 嗯 我觉得它已经比很多男人用的多了 保湿 保湿你应该用过挺多的 你抓一大把 也并不是说它有多好用 是因为你给我这个 我就用了一阵 但是后来我觉得有一个 比它更好用的 这个是 Tills的 然后我平时都不太用 都是给肉泥再用 就是我觉得它比较烦的地方 是一次不够 就要按好多次 这是什么原因? 我一般都用三 按三下 大概按完三下就挤出来了一堆 我又不能一下全放在一个地方 就要分开这么分 它涂脸是这样 就是把这个东西挤在手上 是挤在一个手上 然后用两个手指这样摸 你知道 所以如果那个粒太大的话就掉了 对对对 它总掉 那你就用手心去抹呀 目的是涂脸嘛 它要是涂在手心上 不就是涂在手上了吗 那涂在这不是手 这是面积小啊 所以我就后来发现这个比较好 因为它按一下出来的量 就正好够涂整个脸 不会像那个叠成一个小扇的样子 first day beauty的急救面霜 因为它是按压瓶 它只用按压瓶 因为方便 这样按一下就刚好是一个脸 对 所以深得它的喜爱 对 其实用起来感觉 好像这个其实差不多 很像 它们两个的质地也挺像的 而且都没什么味道 然后之后就是要防晒嘛 我总是因为 我觉得让您一直都没有防过晒 我不喜欢防晒 是因为我觉得防晒在脸上有一种味道 但是我感觉这个其实还可以 嗯 不会很油 这个也行 我之前用过几个别的比较油 但是它最近让我用这个 它还没有开始用 还没用 它今天去游泳了 然后它游的时候 今天太阳特别棒 对 然后它回来就说它变黑了 然后我说你有没有用防晒 它就说没有呀 然后我就把它又骂了一顿 然后我就说以后你就用这个吧 因为它就是喷雾类型的 这是什么呀 它叫做 Ajouste 我不会念 应该是日本的牌子 Ajouste 它就是薄薄的 反正它完全摸上光光黄 但是它也有防晒的味道 我觉得很轻微了 但是我闻到了 而且你 没什么感觉 有个酒精味 它一会就挥发了 你把它抹开它就没了 OK 但是好像不太黏还行 嗯 防晒气数很高 然后是防水的 OK 好像没别的了吧 嗯 所以你护肤的步骤就这么多了吧 哦 还要涂嘴 涂嘴 因为肉泥同学嘴巴特别干 对 其实我现在也是这边 反正这边上火了 然后嘴唇这边也出血了 不知道叫啥 有一个Shiseido的口唇盐 这个很有名 其实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 但是反正我如果能想得起来 我晚上十七小时会用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它来说 真的是有治疗效果的 只是它都很懒得坚持用 主要是我想不起来 但是实际上如果一旦想起来 我会多会用的 感觉效果还可以 确实第二天早上起来 不会那么干 另外的一个是最近给我用的 很高级的一个牌子 就这个呢 比别的好在 我特别讨厌大油嘴的产品 但是女生涂完了嘴油 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我很讨厌自己嘴油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涂一点 你实在是太干了 对 它就是一个特别尖的 像眼霜的那种感觉 然后涂上的话 它怎么冒气了 这么多啊 不得不得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就会嘴巴泛白 有点要就是生病的 太多了 不多 就你一会就吸收了 我涂了一样 但是这个不会太干 不是不会太干 不会太湿 不会太油 它现在慢慢涂完之后 它就吸收进去了 就不会像白白的那个样子 然后非常保湿 这款唇膏是我用过最神奇的 就是那个感觉 不像是唇膏 是像是唇霜 然后吸收进去就 就像没有涂过一样 但是它就一直在那里 它饱不保湿 我不知道 但是它不油 确实我就比较喜欢 挺保湿的 但是你得接着用啊 你都不用 你一次 一个星期用一次 那不止 它唇膏我一天都能用五六次的 因为你要不停的补擦 你一吃东西就吃掉了 第二个环境 你有什么推荐的难吃香水吗 其实我最想说的这个抹饰香水 是尼维亚的这个 Invisible for black and white 就是这个有很多种 所以这个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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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绝了 主要是平时穿白衬衣的时候穿久了 不是白衬衣的问题 也是衬衣的 因为有一些 平时出汗的时候 就会留下很多汉字嘛 这个汉字就会小一点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是吧 我怎么知道 哦 对 就涂完了 比如说涂了两天之后 都不 那个淡淡的味道还会在 淡淡的味道 啊 什么叫淡淡的味道 淡淡的味道 我再帮你总结 没说话 止汗止味 就是汗臭味的那个效果特别的好 很显著 即便你可能涂一次 能够坚持两到三天 即便你洗过澡之后 它还是会有这种清香的 难吃止汗猪的这种味道 就有点像古龙水的味道 但是它不会 我觉得不香 你拆我台是吧 你自己都不会讲 你还不让我讲 那不是古龙水的味道 挺像那种 男士香氛会有的味道 有点那种 男生的 冲冲的那种 那种 我也不知道怎么行 如果夏天你的男人 或者是你自己 容易出汗的话 这个还真挺好用的 而且它没有什么颜色 它不会发白 也不会有掉血血之类的 我说的行吗 厉害 耶 又要说香水了 真的要说吗 好像很久没有说过 我刚问的问题就是香水 你还没回答我呢 然后说了什么淡淡的清香 其实我最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 OK 我一直来 这个是 这是又是我给你的 浩玛迪的那个 对 主要这样吗 比我的期待好一点 它主要好在味道很 没有太多特点 所以它就可以 任何时间都可以用 嗯哼 嗯 就是一个 不会出错的 对 味道比较没有攻击性的 对 一个百搭的香 另外一点好处呢 是 喷出来的量比较 合适 每次喷出这么多 非常均匀 哇 好重 这个是Bulgari的 呃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味道的 它叫Bugari Bugari 好像是这么点 whatever 宝嘎 宝嘎尿 这个是Bug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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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把这块捡进去吗 包个尿 有什么不敢捡呢 哦 包个尿可以捡 什么是包个尿 这个味道其实我很喜欢 就是很清新的 像搭配的感觉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每次喷出来的量 不要喷香肌 每次喷出来的量 不一定 很尴尬 有时候喷半一下 有时候喷了一下多 我发现你特别在意 每一次喷的量 和挤出来的量 对啊 我正在帮你做避险 哦我的妈呀 我要宠死了 然后又要说到我的 扫冷件 哈哈哈 这个大三首第一瓶买的 到现在可以看到 只用了还在这儿 这个真的是 我的天啊 主要是因为它的味道 非常的扫冷件 很有存在感 然后味道就是 感觉它特别的 放肆 放肆 但是我想用 喜欢用它的时候 就是那天 就想饭件的时候 就想用 like 什么 给一个scenario 比如说工作很累之后 的一个周末 然后想要去 买个牛奶 在超市 让别人闻到自己 买牛奶可能太近了 稍微再走远一下 逛个宜家 那么远啊 释放一下的时候 释放 有时候想到的时候 会喷一下 虽然这个味道特别恶心 我是很烦的 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会喜欢的人比较少 所以他觉得这种比较淘气 比较naughty的香水 偶尔会喷一下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 有一款这样子的味道 这个其实是我曾经 非常推荐过的一个 范丝折的 也是有一点自由的感觉 但是这个我觉得 有点温柔过头了 过于温柔 但是我觉得这款 就是入门级别的 如果你不知道要买什么 这款就挺适合的 送别人应该不太会出错 别人看出来 很经典的万宝王的 Monbon 据他所说 是一款 比较霸道总裁的香 所以最近你都很少用它 对 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霸道 干嘛 OK 没什么 好像没什么想说的 需要自信心 需要存在感的时候才用一下 对 就是你要比如说去参加一个活动 然后你今天可能是想要一个 一鸣惊人 然后你就会喷你 一鸣惊人是什么 那怎么形容 就是你想要一炮而红 然后就 但是 对我想到为什么我现在不太用 因为我觉得是什么气质 不应该又靠香水来装饰 所以你是有霸道的 还是自信的还是什么 是你本身散发的 万一你本身散发是一种很猥琐的味道怎么办 所以对如果你本身不是那种人 你就不应该用它 那你还不能改变自己是很猥琐的人 那我觉得猥琐的人应该不会太喜欢用这个 OK 那猥琐的人喜欢用这个 然后最后就说一下这个 这是我第二瓶流的香水也是给的 其实是不错 我现在比较怀念这个 因为已经用完了 我挺喜欢这个味道的同学们 我喜欢 它有一点点柑橘的味道 比较清爽 但是就对它来说可能它觉得有点娘 这款就比较适合 小鲜肉 对20岁到25岁之间的小鲜肉 其实我有它的时候也就是25岁不到 对吧 才上大学的时候 好吧好像是 我可见用了多少年 好吧 你们要是想知道的话 就可以去看我那篇公众号的推送 它写了十几瓶了 它写了我的香水 我又有十几瓶 除了脸之外 你有没有别的什么 自己的护理 个人护理的一些推荐呢 护理是没有 这不是护理吗 身体护理 这是护头的 身头 洗头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 清阳的男士洗发水 累积起来肯定用了不止五瓶了 可能用了50瓶了 那没有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以前就比如说什么海菲斯多芬 那些都用过嘛 但是 超市里的那些牌子都用多遍 对都差不多 当时是选便宜的用完 然后现在自从用了这个以后 就没太换过了 换过换过 中间换过几次你不用过的其他 其他的其他的东西 就是他喜欢买一个七八糟的 自己不喜欢就给我了 然后我就要争取把它用完 但是我特别希望把那些用完 这样就可以用回我的清阳了 所以清阳 不错 你说的半天刚才没有说清阳好在哪 它的味道很 就是很清新啊 然后又很清新又有一点 没有多余的味道 我可以说一个关于你这个清阳我不喜欢的地方吗 嗯 就是他其实刚才录视频之前 已经把这个瓶子洗过一遍了 就他上面很脏 你看他就是从这个地方挤下来 他就会流到这 然后有时候他洗的时候 还会绷到我的旁边的洗发水 护肤沐浴露上面 就他这个瓶口挤出来之后 他会往下流 那你说一个什么设计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就他脖子长一点 比如说 但是你自己要小心 脖子再长就很奇怪了吧 脖子 不是脖子长也嘴长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自己要小心 就是你挤的时候要把它包住 要包住 然后你挤完了以后 你要去把它留完了 然后你要这样子拿走 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拿起来 就直接按就好了 但你这样一按 然后就扁到我的那个瓶子上了呀 这什么处女座 谁让你的其他瓶子长得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在未来那种一天 你会告别青阳 肯定会啊 那你那个时候会觉得难过吗 不会 为什么 青阳终于我的一次 就算凤青阳变成都会有点 好了就没什么说的 今天就这么特别random的跟大家聊个天 然后我觉得其实男生护肤方面都是 大部分都是女生调教出来的吧 像我跟他不认识之前他连脸都不洗 他现在还知道防晒 我大学时候就开始洗了 你好棒啊 拜拜 拜拜 为什么我的这个头发是这样子的呢 像个洋葱一样 因为我上面的这个大头发都掉下去了 我喜欢这种谈话类的节目 特别放飞自我 你说完了 嗯 拜拜 拜拜 我跟你拜拜 那你要走了 要走了 你要走了 你要走了 那你走吧 拜拜 拜拜 拜拜